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 这回咱说说刘文采 大地主啊 他可是我从小知道的头一个有名有姓 茶有其人的大地主 我小时候女老师在课堂上进行阶级教育啊 讲刘文采 讲的那是咬牙切齿 声泪俱下 说刘文采弄那水牢 把劳动人民下半身泡烂 还有那个收租院大斗进小斗出啊 尤其可恼的是刘文采喝人奶 我记得那时候说刘文采一个人用六个奶妈 我一个人才一个奶妈 而且还是我的亲妈 这刘文采一糟老头子 一个人用六个奶妈 这事让我尤其愤慨 可是啊 时间过去很久了 到今天啊 终于啊 我们看刘文采啊 也可以不用戴着有色眼镜看 也可以不用那种阶级教育的眼光看 而是到他的老家去看一看 一个真实的刘文采 我们要重改的时候啊 这宁明文采 中国大一项为做了决定 大龙马 大地主 宁明采 他戴着自己帽子 什么 皮下猪能恨不恨他 皮下猪能恨他 皮下猪能恨他 他不恨他 他们有钱我们不得钱 他们才对你们怎么样 可以 他对你们好啊 是吧 要摆呢 要拿笔出来 重的 没有人没人去的 一个月就拿一身笔 的时候呢 就拿一去活下纸 又要活下纸 又要回纸 又要回纸 又要生病 又来回纸 干嘛 我觉得林工采这个人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 他的安宁的口碑是不错的 他办学校 然后他对他们这些老百姓组织地方的一些治安 这种公道 就断公道嘛 做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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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事情 其实 即使是在家乡人的眼里 刘文采的形象也分成出多种多样 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面目 并且 多多少少被打上了大时代的烙印 在我们所能听到的讲述中 有一个名字时常会被提起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刘文采一生的命运 都与这个人羞气相关 这个怎么也绕不开的人 就是刘文采的弟弟刘文辉 在共和国的工程部上 我们不难找到刘文辉的名字 1949年12月 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 在历史关键时刻率不起义 为川康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建国后 他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和林业部部长 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度过了令人瞩目的后半生 在光环的照耀之下 普通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的名字 和刘文采联系起来 两人之间的血缘关系 竟在历史的拐弯处 消失为公众舆论的一个盲点 只是家乡人注意到 直到1976年去世 刘文辉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凭着刘文采和整个刘氏家族 遗留下来的20多座公馆 今天的安人镇 已经成了文明侠儿的旅游圣地 其实在中国在一个镇上 一个小小的镇 当时我估计在民国的时候 这个镇的人口可能就是几千人 它能够当时产生20多座公馆 是令人非常的吃惊的 就是这个地方有句言语 叫做三军九旅十八团 就是三个军长 九个旅长 十八个团长 连长一长数不完 这儿是实际上这个家族 刘氏家族 刘文辉 那个刘湘 他们是 他们是叔叔和侄儿的关系 他们实际上统治了四川几十年 其实在刘氏家族雄起之前 安人只是成都附近 偏居异于的小村镇 而刘氏兄弟的父亲刘公赞 也只是一个拥有30亩土地 兼营烧酒作坊的自耕农 刘公赞与妻子高氏 育有六子 刘文采和刘文辉 分别是刘家的老五和老六 大伯父是前卿的举人 为什么他能够念书呢 就是那个时候没分家 就是我祖父跟刘湘的祖父的时候 还没有分家 所以家境还比较好 所以就送他到家族办的诗所 去念书 后来孩子就陆陆续续一大批了 六个 所以二三四五都没念书 我父亲为什么用来念书呢 就是他几个哥哥都有工作了 家境又好一点了 所以我父亲又送去念这个家族办的诗所 刘文采生于1887年 早年家贫失学 不满十岁 即担负起照看右弟刘文辉的任务 两人朝夕相处 感情自然深厚 年龄稍长 刘文辉进入刘家祠堂读书 刘文采又为六弟办读 一接一送之间 匆忙识得了几个大字 再往后 十七八岁的刘文采 开始于农贤之际走街串巷 叫卖烧酒 不几年功夫小有盈余 便与族人合资经营起一座烧酒作坊 每天赶着马车 把酒驮到临近几个县卖掉 虽然是小本经营 倒也绝少亏损 父亲刘公赞在写给刘文辉的信中 屡屡提到 你的五哥真有经济之奇才 尽管如此 三十五岁以前的刘文采 仍然只是一个乏善可乘的乡间小酒贩 在酒贩子刘文采的事先之外 他的六弟刘文辉 开始了在另一番天地里的上下求索 1917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刘文辉 在唐职刘香的提携下进入了四川军政界 刘香虽然是给我同班呢 他比我父亲还大 他是苏承什么军官学校毕业的 他就早就在四川 部队里边有了一定地位了 我父亲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到四川的时候 他可能是师长嘛 女长 所以他对我父亲早期是帮忙的 刘香 刘文采之堂职 后来他成为四川最有实力的军阀 曾经官至四川省主席 四川省上后督办 1938年初川抗日 病死他乡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 中央政府内外交困 盘踞在各地的军阀势力 成了这个时代最活跃的力量 为了争夺地盘和军队 各军阀之间混战不休 力量此消彼长 硝烟弥漫的乱世中 刘文辉本能地意识到未来努力的方向 1920年 刘香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后 刘文辉被破格提拔为第一混城旅旅长 从此自立门户 以旭府为防区 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军阀生涯 就说你这个军阀队伍啊 他就管理了三州五线 管理了这个地方 当时的政府无法给他提供军箱 你要养活你的部队呢 你的收水呢 你自己这个防区里 你自己来收水 自己来想办法 那这个你防区里之内呢 你的管理呢 就用你来认命 旭府是长江起点的第一个流金之地 又是云贵货物的集散中心 具有旭府 不仅战略上可攻可守 裁员也会如金沙江水般滔滔不绝 于是脚跟刚刚站稳 刘文辉就向安人家乡的五哥发出邀请 打仗需要军费 理财则需心服 于情于理 房区聚连大员的重任都非五哥刘文采莫属 1922年的冬天 旭府的养码头迎来了一个 头缠蓝布包头帕 身穿蓝布长衫的庄家汉 他就是房区最高长官的五哥 刘文采 未来十年 他将带给这里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灾难 刘文采胸无点末 办公室里的暗读劳行 我们自然无从想象 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影响 他在仕途上的一路飙升 虚浮时代 刘文采先后兼任的各类税官 多达十余种 1925年 更是官职川南捐税局总办 至此 刘管区内 凡与聚连钱财相关的一切事物 都要刘文采说了算 要统计刘总办 每年通过科捐杂税 从川南搜刮了多少钱财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事实是 当1932年 刘文采辞官回乡时 川南地区的田赋 已经征收到了1949年 刘文采在离民税收是很重要的 重要是什么程度 小地主都交不起粮 一年生几次 小地主交不起粮 就把地区填门板上跑了 尽管如此 模范税官刘文采谋取的暴力 比起鸦片大王刘文采来 却又远远不及 军阀与鸦片共存容 这是中国近代史颇为讽刺的一幕 作为刘文辉房区的最高进政首脑 刘文采不遗余力地推行的所谓进政 名为进烟 实则欲争于进 争而不进 按此进政 烟管只需每月交纳所谓的红灯捐 即可取得合法的经营权 有资料称 仅红灯捐一项 刘文采每年可在虚府 作收数十万元 除此之外 刘文采还在房区内 划出专区种植鸦片 种烟者需按窝征税 称为窝税 抗拒不种者 则需交纳缆税 真是欲征之税 何患无辞 如此进政之下 青山绿水的虚府 很快变成了一座烟城 静淫期间的刘文采 也染上了烟瘾 不论是笼络部下 还是结交朋友 不善言辞的刘总办 一律以烟图款待 刘公馆的烟枪 可以编成一个加强连 汲取着明脂明膏 和鸦片利润的双重养料 刘文徽部实力大增 不到十年时间 房区已由宜宜宜地 扩展到大半个四川 图谋全川问鼎中原 似乎指日可待 雄心勃勃的刘文辉 把矛头转向了蒋介石 中原大战之际 刘文辉两度通电返蒋 此举虽然以失败高中 却让蒋介石 从此对他不敢小觑 但是也令两人之间 埋下了深深心结 从此事成水火兵炭 为了保障军费的供给 刘管区最高税务长官刘文采 在刘文辉的鼎立支持下 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并堂而皇之地 登上了中将司令的宝座 由伤而正而均扶摇直上 正是刘文采前半生的真实写照 在这个收水的过程当中 肯定他是 很多一些水收起来 给了刘文辉 给了他补掉 补掉运转 他必须要收给他 有可能有部分 他也落入了他的腰包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 远二十四军的一个人 他说的 当时他们那个部队 很多人就觉得待遇比较差 大家就觉得 这个事情怪罪于刘文采 尤其胆大了 我直接翻译给刘文辉提 你们那个五个的 我就来安置我 什么如何如何 想我 就翻译给他提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的经济收入的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他自己自己经营 做生意 想必是天生励志 难自弃 素有经济之奇才的刘文采 下车一时就在旭府 投资创办了自己的银号 以仗硬把子和枪杆子 大搞投机贸易 对盐巴 药材 棉沙等重要物资 进行垄断销售 同时经营变相高利贷 1930年 作为官商的刘文采 一手创办起新华实业公司 将川江航运 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上 他可以垄断 他可以垄断 甚至可以在宜兵的话 他可以不放心 不运到重庆去 那么过一段时间 他的东西又在那里过去 那边的地方又缺货了 又提价了 另外他开创银行 开创钱庄 开创赌场 等等这一些 所以说刘文采在宜兵 十年时间 可以这样说是 大发混财 对于刘文采在续府的十年掠夺 五十年代的刘文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曾经坦率地表示 刘文采的所作所为 应该由我来负责 然而 作为共和国政治舞台上 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时的刘文辉 能对什么负责 已经不是自己可以说了算的 从安人乡间的烧酒房 到红红绿绿的续府官场 其间的角色转换 对于刘文采 未必不是一种挑战 据幕僚回忆 官场中的刘文采 常洗幕后活动 面子上总是崩起不作声 这一点 除了性情使然 或许更多的是 出于一个半文盲的自知之名 然而 凭着早年走街串巷 卖烧酒练旧的江湖气 凭着几感大烟枪 和酒局牌桌上的来来往往 刘文采在续府的上流社会 颇有人气 灯红酒绿之间 远远不像外表 那么木讷的刘文采 陷入了一场风华雪月 风尘女子林军如 本是刘文采一位下属的情妇 一次排桌上的偶然邂逅 使刘总办对她一见钟情 下属看在眼里 索性将情人拱手相送 此后 正是太太杨仲华 在和丈夫大闹一场后 出走成都 刘文采就一头 扎进冠英街 他送给林军如的公馆 两人如胶似漆的 过起日子来 人生最得意的时候 刘文采发现 他的续府时代 已经走到了终点 1931年 共同主宰四川的 一对亲书职的关系 变得微妙起来 刘文采是四川省有心 二十一军党 刘湘是二十一军党 是四川省三后多多半 在我军权 全川才两个世界 其实对比 刘文采发现很快 到处拉部队 发现一辈子团 威胁了刘湘 在刘湘就搞了空军 搞了海军 书职一旦对垒 刘文采在军事上 略胜一筹 政治上却处于 绝对劣势 一方面 一贯的反奖立场 使他与国民政府 视同兵炭 另一方面 悟空一切的刘文采 在各路川军中 早已是孤立无援 情急之下 刘文采暴露出 性格的另外一面 1932年 重庆留乡狱所 发生了一件 令人啼翘皆非的事情 几个蒙面刺客 在饿了三天三夜后 从树上跳下来 向主人自首 据交代 他们是刘文采派来的刺客 只因刘府防范过严 他们一直没有找到 下手的机会 这桩悬案是否真实 今天已经无法求证 此后 刘湘则对外宣称 与两位叔叔亲亲之意已决 战事悬语一发 大敌当前 刘文采首先想到的 便是钱 战争前夜 四千五百只木箱 以掩人耳目的方式 从旭府陆续运回大役 这是一次 八百万法币的资本大逃亡 未来一个家族的命运 将因此而改变 刘文辉没有了退路 对他来说 这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将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刻 刘文采是地主 可跟一般地主不一样 咱印象里 一般地主在自个家里办公 人们刘文采专门盖了一个茶楼 每天吃完早餐 坐上花杆 替着牙花子 他就去了他那办事处了 在那干嘛呢 您知道当地连这夫妻吵架 都找刘文采主持公道 基本上往那一坐 就是接待群众上访的 而且呢 在十里八乡啊 好多事情都要找刘文采来采取 当然 他这个茶楼干的 可远不仅仅是这点琐碎小事 那简直真是 雷起七星灶啊 同湖煮三江啊 这个来的都是客呀 各个地方的达官显贵 堕把子都在他这茶楼里跟刘文采啊 论交聚会啊 就连一任又一任的县长 你每个县长到这来当官 都得啊背上彩礼 先去拜见刘文采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势威望 咱可以一起来研究 二流大战后 刘文辉带着仅存的十二个团 一路退到延安 此时 问鼎中原的梦想已成泡影 守城成了刘家军唯一的诉求 此后 抗战爆发和刘湘之死等一系列政治事件 进一步巩固了蒋介石的政权 而刘文辉也在动荡的时局中 重返政治舞台 1939年 刘文辉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康省主席 东山再起的刘文辉 变成了一个与人为善 八方交友的多宝道人 就是他宝贝多嘛 什么他都能应付 什么人他都拉得到关系 是这个意思嘛 龙云跟他关系很好 唐僧志跟他关系很好 是吧 过去王经纬没叛变的时候 王经纬跟他关系也不错的 后期有名模名歌手 他都参加的秘密参加 而且是 为了在西康站稳脚跟 刘文辉做足了表面文章 来表示对蒋介石的忠心 偏僻的西康境内 到处都是当时流行的政治标语 和蒋介石的画像 雅安和康定最宽的街道 也被他命名为中正街 背后 刘文辉却积极组织反蒋同盟 以求自保 体制内 他与四川和云南的 头号军阀暗结金兰 体制外 他力图将刨哥 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刨哥又称哥老会 是流行于四川民间的秘密帮会组织 早年 他的成员多为农民 手工业者等下层民众 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夜 战火不断的四川 逐渐成为一个刨哥的世界 上至达官显贵 下至贩夫走卒 无论党政军界 到处都有刨哥的身影 其宫口之多 影响之广 使得各路军阀 包括蒋介石和共产党 都想把这支力量控制起来 多宝道人刘文辉自然也不会放过刨哥这一宝 于是五哥刘文采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1941年 刨哥组织工艺协进社横空出世 此后数年间 刘文采把持的这支刨哥势力 扩展到大义周边三十多个县市 拥有支分社三百六十多个 号称十万兄弟伙 一万多条枪 威震穿袭 人墨于毒 人墨于毒 这个地方就是行业 这个地方是三派 这就是五派 这就是六派 这就是大老派 这就是小老派 然后你看他的手 比较哪个地方的 您见的人面就得这样是吧 就他比如说 他请看 请看他要来介绍 我给大家介绍 某百姓 他就 哪个人是啥子派 他就是容易的 比如说你是三派 他就在这儿 我你是五派 他就在这儿 这我是啥子 我就看他 去看看那条老街 刘泽高 是当年公益协进社中的五派管师 主要负责一般性的对外事务 他把我们带到了同庆茶楼 再往前 刘泽高 刘泽 st 刘泽 dona 曼わか 按照规矩,茶楼就是一个刨歌组织的码头,是各方兄弟伙的活动中心,直到今天,安人镇上的人都称这座小楼为洋楼,当年的同庆茶楼曾经是川西一带祥遇四方的小朝廷。 早就发留了个章城,中世,中吴谷,治安谷,这个谷的名称都是刘文辉的,军方才有这个名称,它是谷,像我们来谈的,就等于是士兵,军事一样,他管兄弟和嘛。 他每个星期天都要挂牌,四个人,万一接待,那几个人跑路。 你们跑路,就是每个星期,每天都四个五牌管事值班? 哦,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接待。 那这一个月的这些客户啊,什么这些兄弟伙来吃饭,都是刘文才掏钱呢? 公益协进社的接待标准在今天看起来也还是相当不错的。 要一菜一汤,一个菜一汤,还在我们。 一桌上一菜一汤? 不不,一个人。 哦。 一个人一菜一汤,比如两个人,两个菜一汤。 哦。 是不是人,都考虑。 哦。 这是你们规定的标准? 哦,不能够乱吃的嘛。 哦,不能够。 如今,宏庆茶楼成了安人镇上的老年活动站。 老人们在这里玩牌,喝茶,聊天。 曾经气派非凡的茶楼,由于年久失修,多少显出一些破败之感。 当年,这里可是人气旺盛,公务繁忙。 刘文采,就在这里,为乡里乡亲化解矛盾,裁决纠。 他也是条件员。 凡是有些,两夫妇。 或者是说,万一是离婚了,那就,家人就一道。 你说话话,那就一起出去。 万一说分家,那就家人就一道。 两个人嘛。 两夫妇打架也找他。 当然,总堕坝子刘文采并非总是慈眉善目。 在公益协金社内部,刘文采就是大家长。 所有的会众必须绝对效忠。 堕坝子有事,兄弟伙要打就打,要拼就拼。 而刘文采之所以能够聚合十万会众, 则是基于他能为大家两肋插刀,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们俩处理过一个杨树间,是强人的。 还有一个是,就政家的一个政权。 政权也是,他是把人家约记过来, 扛弃了以后,他喊人家拿钱来。 结果人家,等报纸,刘文采, 刘文采要把这个人弄开后,他们政家人, 刘文采规刀,我们不要这个自身。 但是政权还是强人。 刘文采恩威并用,公益协禁社会众对他无不俯手听命。 十万兄弟伙招之即来,刘氏家族在四川西部的活动能量至此达到了极点。 正因为如此,公益协禁社对官府也就具有了别样的威慑力。 刘文采成了凌驾于地方官之上的土皇帝。 官府不能解决的问题,刘文采从不然能够解决问题,也老运也。 当过大一下县长来的话,必须要对他报道。 如果因为这个不得,他就可以把一个县长取消了。 他又这么大票。 站在刘文采背后的,是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的刘文辉。 为了家族的最高利益,刘文采可谓鞠躬尽瘁。 他不到六十二岁就一命归西,据说和晚年的操劳有直接关系。 不过,刘文采的辛苦没有白费。 他在川西平原成功地经营起一个刘氏家族的国中国, 让几度想吃掉刘文辉的蒋介石倍感撤折。 只好对刘文辉实行长期的忧容。 若干年后,他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人说,刘文采虽然是个土地主,可他很像一个洋地主。 就咱们看那美国电影《教父》里边那《教父》,刘文采很像。 我也觉得,好像他就是生活在江湖里。 除了他的江湖,什么人恐怕他也没放在眼里。 就说安人镇有一个保长,保长姓蒋,叫蒋焕婷。 安人是两个省主席刘湘、刘文辉的老家。 所以刘文采就经常跟蒋焕婷开玩笑。 就说你管这两个省主席,你硬是咱们安人的蒋委员长。 从那之后,蒋包长在当地就有个外号,就叫蒋委员长。 由此可见,刘文采也不大把当时名声赫赫的蒋中正放在眼里。 还说当时三民主义,那是响当当的政治口号。 可刘文采公然拿他开玩笑,说什么三民主义,还不如学好三门手艺。 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刘文采恐怕对政治懂得不多,远不如他弟弟刘文辉。 我们可以说他算是个热爱江湖的性情中人,但是他自己恐怕万万想不到。 多少年之后啊,他会成为中国那么大的一个政治符号,被多少人千锤百炼了几十年。 在新中国的政治史上,1958年绝对是个不平常的年头。 这一年,大跃进正锦罗密谷,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产坟改天。 而在四川省大一县,大地主刘文采的墓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五八年来,当时在大跃进的时候,不晓得哪一个人出个主意, 刘文采这一地主刘文采就有个人粉,妈妈操了,笑吗? 打开了以后呢,因为刘文采刚死了几年,不到十年嘛。 他当时听他们介绍,他当时的尸体的保存非常之万好。 就把尸体拿出来丢点田里面,现在划出去暴湿。 就没人管,没人管。 结果他的尸体管最后就东拉西拉的,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可能狗啊,狗啊,狗啊,这些。 这个刘青山呢,跟刘文采砍肺呢,他一看到刘给他砍肺了,他又死了。 他眼里也打了一七十多岁了,就死了。 死了一个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很不好,他也是孤瓜老人。 这些刘文采,没有棺材都不得。 他不是哪个出个罪,他说刘文采的棺材好的嘛。 对啊,这个棺材用不得,刘文采的棺材好的。 就把刘青山呢,给他宽奋了老头。 就把他弄来,就把杆放在刘文采的棺场里面,把他下葬了。 这一点我想是刘文采生前也不会想到,刘青山生前也不会想到。 这个棺材,你看这个棺材的棺材。 这个棺材的棺材。 这个棺材就是棺材的棺材。 这个就是原的棺材。 原来这棺材什么样啊? 从哪儿到哪儿? 大,九龙龐宽,不知不知道。 高大。 高大。 这棺材什么时候给瓦成这样的? 刘文采是在哪一年被抛尸的? 当地人已经记不清了。 那个时候他们丝毫也没有预见到, 这个旧社会的幽灵还将在新时代里生命大振。 在长达二十年的岁月里,刘文采家的水牢是人们了解万恶的旧社会最直接,最具震撼力的。 活教材。 但是,这部教材的诞生过程却耐人寻味。 为什么这个地方叫水牢? 当时主要根据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我们当时安人镇里有两个武装队面, 后来成为安人镇上的一个干部。 他在解放出的时候,他就说,我曾经到过刘文采庄园里面去, 就进入现在水牢的那个地方。 就好像他的形容啊,就是这个水啊,好像都是海洛莎的。 就好像觉得踩到有人过头的这么一个感觉。 第二个是,任御英。 他说他因为钱,刘家的诸国被关进了这个老房。 这就是刘文采在大义建安人镇的一处罪恶庄园。 1958年,阶级斗争之风愈乖愈烈,意识形态领域草木皆兵。 作为文化大义建的一项重要内容,刘文采的老公馆被改造成地主庄园陈列馆。 当年,两名武装队员的描述和冷月英的控诉,被富有想象力地嫁接在一起。 结果,所谓刘文采家的水牢,成了陈列馆内最突出,最有说服力的展品。 作为唯一一个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冷妈妈生情并茂的演讲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大义建航厂姑社党委副书记冷月英。 解放前,因为欠四川西部有名的恶霸地主刘文采五斗二生珠子,就被压在水牢里整整七天七夜,害得他古断金折,压迫人亡。 他这个在他的讲述当中是一个逐步变化和一个升级的过程里面。 他一会儿说他的做牢是在1937年,一会儿说他做牢在1943年。 最早他说的是前刘家的祖国,并没有单身刘文采。 另一会儿说他是说他做牢房,并没有说做水牢,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尽管如此,没有人怀疑水牢的真实性。 文革十年,成了冷月英一生中最充实的十年。 他隔三差五就会坐上小汽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做一苦四甜报告。 据说,每做一次报告,他的体力、心力都像被掏空揉尽了一样,得在家静养两三天才能缓过劲来。 据不完全统计,到1977年,冷月英在省内外所做的一苦四甜报告接近一千场。 听众多达百万人次以上。 广播剧场上大发床。 它四根柱子都是金龙残鸟。 前面四道门是可以开关的。 整张床这样地面集九个平方。 当时他自作这张床需要三万亿大名。 三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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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部隊租出來的時候 莊園公關的建築是保存得非常好的 但是裡面基本上都已經空了 因為在幹部解放的時候 就在大土耗分田地 就當時一些生產和生活資料 就分給農民了 而主要一些經營啊 書法等的這些呢 就主要是上交給上級部門 比如說有些是銀行系統收了 有些是我部門把它收起來了 所以裡面都是很空的 基本沒有什麼什麼 所以隨著地球莊園成立官建立了一位 開始這個有大一些人為啊 進行這個行為 要求各鄉鎮在附近一些地方的話 就在開始收集當時的一些 流失家族的這樣一些生活用品啊 等等這些方面 但收集的東西裡面來了以後呢 就是有一部分是流失家族的 可能有一部分也不是流失家族的 成立之初的地主莊園陈列館 除了陰森恐怖的水牢 和一些造型粗糙的蠟像之外 還有一些流家地主曾經使用過的食物 以後的若干年 階級鬥爭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陈列館的展出內容 已經不能滿足行事的需要 面臨的流失人的怪罐 怎麼改 就有不同的意見 一種意見就是說 還是要按照事事求事的 這樣做要改 一種的就是說 真人真是不需要 就是屬立第二行 最終是真人真是不需要佔領了上風 新的指導思想一經確立 劉文采成為地主階級總代表的歷程 開始一日千里 真人真是不必要的辦館思路 直接催生了大型泥塑作品收租院 1964年 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配合陈列館的美工 合作完成了這件 革命性和藝術性高度結合的作品 書租院裡的劉文采 成了一個被藝術化的劉文采 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 毛主義有所謂 調查農民一方 還調查地主一方 才是萬人的調查年輕人 他怎麼不敢去調查地主 調查地主他也不好說 我不敢說 我們提的口號是 人人獻金獻賊 李文采出不出來 有的人就說 不出來 為什麼呢 我們這裡面都是階級對階級 不是哪一個人 劉文采一出來 就具體的落實在劉文采身上了 另一種出來的思想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是劉文采的莊園 是劉文采莊園裡邊的收租院 他可以出來 他代表地主階級 他出來 同時他是一個典型的人物 還不是一般的地主 他是個大地主 討論的結果是 劉文采成了大型尼素收租院裡 唯一一個有據可查的人物 然而尼素所表現的這些人間悲劇 是否真的發生在劉文采的收租院裡 人們已經無暇追究 緊接著 收租院被拍成紀錄片 在全國各地的電影院裡放映了八年 一時間 尼素和影像交相揮映 讓整整一個時代的中國人為之憤慨 為之落淚 孩子啊孩子 不是爺爺忍心賣掉你 這都是黑心的地主硬逼的呀 不是特別有低處情緒的人 一般來講看這部片子 看著後頭會流淚的 因為他整個氛圍藝術的調度 會讓你忘卻疑問 當時什麼一個情況呢 高峰的時候 就買門票 排十如中得 一百米以外 那麼進去參觀呢 那麼簡直無法收門票 那麼工作人員的話就站在那個凳子上 大門的兩邊站在凳子上 站在凳子上就收這個門票 趁機收起來抓這個門票 而遊客就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你無法前進 你無法後退 只能夠用那麼擁擠之後 你要砍崩一個戰車 多砍一會兒 都辦不到 都辦不到 所以每天一閉關了以後 底下都要見很多海 哎呀 那是簡直出乎我們的意料 整個收住院裡邊呢 苦聲連聽呢 嚎啕大哭 現在都難以想像 當時還要昏倒了 還要昏倒了 因為他幾乎他假死 他要昏倒 劉文采 這個六十多歲的大惡霸 每天要六個婦女來餵他奶 他藉口頂珠 硬逼這個產婦 撇下剛出世的孩子 去給他餵奶 那麼有一天呢 電影發行放言公司啊 通知我去取一張會款單 一張支票 上面寫的四萬八千吧 是打了對折的 因為要進行階級教育 這個東西呢 一個便宜一點 收購 應該是九萬個多塊錢 打了對折的四萬多 那個負責這個事情的呢 帳目的是一個慶田的會計 他就跟我說 小陳太有趣了 廣播事業發展到今天 這多少年了 從來只有出帳沒有進帳 哎 你們這麼還為我們掙了錢了 我們就不知道這個帳落在哪兒 抖啊抖 你在劉文采的手 你是地主的嘴 你是豺狼的口 你喝進了我們窮人的手 這段曾經 快智人口的解說詞 就出自陳漢元之手 而收租院 已成為這位著名的電視人的成名之作 後來這段文字又被選入小學課本 整整一個時代 小學生們讀著這樣的句子 從童年的語文課 邁進了人生的大課堂 小時候課堂上 我們女老師就跟我們進行階級教育 講劉文采啊 講的那也是咬牙切齒 聲淚俱下 留在我腦中啊 有一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個故事 甚至於是個荒唐的故事 但可以反映那個時候人們說劉文采 腐敗到什麼程度 當然這事啊 說起來有點髒啊 但是呢 很能反映咱們這階級仇恨 就說一個乞丐要飯的一老太太 要飯呢 要到劉文采門前 說劉文采這惡地主不但不給飯 而且還放出惡狗去咬這個老太太去咬人 老太太心裡氣死了 然後一路走一路走 這老太太呢 就突然呢 這個內急就是啊 想大便 但是這老太太心頭一想啊 不行 我就是大便 我也不能拉在劉家的土地上 給他肥了田 給他做了肥料 我得走遠點 於是這個要飯的老太太忍著這個肚子餓呀 一路走一路走 走了有一天的時間 然後想這地方差不多了 可是呢 臨解褲子之前一想 不對 都說呢 劉文采家地多 恐怕啊 還是他家的地 嗯 我再走 又走了一夜 最後啊 這老太太整整走了一天一夜 說這下行了 大便了 完了之後呢 跟周圍的農民這麼一打聽 人家說這地啊 還是劉文采家的地啊 老太太聽了也是仰天長笑 我說天哪 老天沒眼哪 咚 跳井 死了 這事據我後來考證 好像不是真的 但是呢 確實說劉文采家當年有多大的財產呢 咱們不妨研究研究 前不久 用記者的邀請 劉文采的兩個兒子 劉元華和劉元傅一起回到了闊別十年的安門鎮 在陳列館的大門口 我們巧遇了劉文采當年的管事劉澤高 我們給你買的水果您收到了 他陪兩位從前的少爺一起走進他們久違的家 然而在大門口 他們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尷尬 哎兩位師傅您跳了 您跳了 您跳了 五百四十塊 您跳了 您跳了 你家庭在那裡的 你啥時候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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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對 給他簽你的名 給他簽 給他簽嘛 他影沒你 我可不可以別的 中間是有什麼 我怎麼來的去 哦他不曉得你熟悉什麼 我曉得不是成人 他寫的對 哦他不曉得成人寫的對 你拿另外過來去 我不是安徽來的 很多亂編的東西 他說有很多亂編的 對 哦 說他不去 嗯 1949年 香港一霞報紙 對四川境內的大地主 進行了一次統計排名 85個上榜地主中 劉文才僅排在第三十三位 這就意味著 他並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 富甲四方 20世紀80年代 劉文才擁有的土地 經過反覆核實 最終被確認為8091亩 而在當時的四川 擁有土地數萬畝 乃至數十萬畝的大地主 不乏其人 即使是在劉氏兄弟中 劉文才也算不上是最富有的 能說天地四百佛最多 天地的話四百佛最多 超過一萬 超過一萬 能量自己都弄不清楚也好多 四百佛本人都弄不清楚也好多 他沒有融的嘛 他沒有啥是大融法 不讓我附近 華山長得有水 修身公關 修院委員會的身公關 修書家 還有平時間 工業時間在八國時也會最壞 事實上 劉文才的財富 主要來自他在旭府的十年聚連 一是投機貿易所累計的暴利 二是滬海生涯所積累的薪金 前者的具體數目已經無從統計 就薪金而言 當時的劉文才堅持近十種 其中僅燕酒公賣局局長一職 每年的薪水就不下十萬元 我覺得劉文才如果算是一個典型的話 他主要不是一個地主的典型 他應該說是一個地方權貴的典型 他的整個行為 包括他的收入來源也主要不是地主 而且他佔有的土地和我們通常講的地主 也不是一回事 我們通常講的地主就是用一塊地收取地主 然後這個地主再積累起來 再去買地產 這樣形成的地主 這是中國的一般我們所講的民間所講的 地主的一般狀況 可是像劉文才他根本就是他的財產 包括地產在內 主要都是由於政治渠道的那種积累起來的 所以我覺得劉文才如果你說他有罪惡 主要不是什麼土地私有制的罪惡 主要就是不受制約的權利的罪惡 或者說專制權利的罪惡 這個丸子真是收穿過的 這根本就是真正收穿過豬的 這些的現象沒有 這些現象沒有 他說沒有這些現象 收穿那些地方 收穿那些地方 這個生產允許的 從前這個收穿的 叫了 不出去走了 那你 從他以後 還要請吃一頓飯 你叫去做 從不出來還可以吃飯 要要要 吃飯再走 吃飯再走 你們家種不種劉家的地啊 多嗎 這不多啊 這西流大田多的人多吧 他這個豬算不算多呀 不多 一般都是一袋 一母能產多少啊 一母啊 一母啊 要大一袋千塊就骨子 哦 轉轉千塊就骨子 收成不好怎麼辦 收成不好 交不上怎麼辦 收成不好啊 你給他卸上嘛 你找到找到他的卸上 可以還你嘛 對吧 還你也好 或者是我 以後 我賣足啊 或者人賣啥子啊 這也 就看了解吧 對吧 那孩子 哎 同地的 對吧 實在交不起來 或者就讓點嘛 天啊 睡一看 哦 就讓點嘛 那時候你們家長工有多少呢 不能喝 嗯 我看有幾個 嗯 起碼大概有四五桌吃飯的 四五桌吃飯 嗯 那一桌是多少人 一桌八個人嘛 他們當然要吃個廚師嘛 是吧 這些什麼什麼肉 都是那個滾鍋肉啊 什麼什麼 都是大塊大塊的紅色肉這些 那都是 他是一個月兩次押金嘛 哦 一個月兩次吃兩次肉 哦 吃兩次肉 就是初二十六 哦 就是營地的初二十六 或許 劉文才並不是一個窮凶極惡的地主 但是 在劉氏庄園陈列館原館長吳鴻遠看來 他是地主階級的一員 就註定要被打倒 他是一個 算是一個歷史人物 歷史人物 是一個地主階級的代表性人物 那麼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是什麼 主要是靠地主這個階層 而這個封建社會是腐朽不落的 腐朽不落的階級 一個社會進入了另一個社會 肯定是先進的淘汰或腐朽的東西 所以說主因地由文才來講 這種階層必須要推翻 必須要打倒 我們社會才能夠向前發展 但是呢 現在最後又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不能夠因為一個階層來講 這個階層我們否定它 這個階級我們否定它 而並不是一個人就是 每一個人都是壞人 這個階層我們要再過來 因為你身上批得要再過來 好好 是 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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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也就是地主庄园陈列馆成立了三十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开始探究有关刘文才的真实情况,试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其中,水捞问题的澄清是所有工作中最为核心的环节。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工作,一个并不复杂的遗团很快解开了,刘文才家的水捞纯属虚构。 后来这个调查结果,八三年,基本上这个调查结论就已经出来了,但是因为当时阶级斗争这个选,它是绝不过一个过程,还隐附在人们的头脑当中,还不滚下来就把它改变过来。 所以说,能不能够把税老这个问题能够纠正,曾经开过座谈会,就有不同的意见,就觉得这个问题税老是底子中要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不是一个需不需要战乱,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防一防。 后来呢,因为在八七年的时候,我们又对这个问题,又开座谈会。 到最后,因为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了嘛,再加上我们文化资料线的一部分领导,它有极力的组装,必须按照四十七种恢复座专业的面包。 水疗问题既然是没有这个问题,就要进行纠正。 所以在八八年的四月五号,我们这一天,摘掉水疗的牌子,恢复鸦片烟库。 这个地方呢,就是刘家的鸦片烟库,就是以前非常出名的所谓的水疗,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烟库呢,分为这个上下两层,上一层呢,就用来储存这个鸦片。 然后下一层呢,就一些水,这些水呢,是自然积水,以保这个烟土的湿度。 嗯,曾经呢,在五十年代哈,这个地方被,就是说,认为是这个刘家的水疗。 嗯,在八八年, 有 嗯, 嗯. 感谢观看 还是大地主刘文才 到今天这时候 我可以跟各位透露点秘密 我呀 从小就对地主有感情 因为什么呢 我妈他们家就被划分为地主 现在时代昌明了 我们地主阶级也应该适当的算算变天账了 为什么把我妈家画成地主呢 我们家怎么是地主呢 我妈妈的妈妈 我就是我的姥姥啊 我姥爷死得早啊 就是我姥姥这么一个寡妇 拖着几个孩子 家里那一点地啊 没人种 雇了一个故宫 一个故宫 当时就把我们家画成地主 那个时候多丢人呢 再者说了 我可不是地主阶级反攻倒算啊 我爸回忆说 虽然我爸那系统是中农 但是他回忆小时候啊 村里那个地主啊 其实不错呀 村里的那个小石桥 都是人家地主掏钱修的 原来就从柳游江那个地方去啊 叫红七八就大了 就这个银行就流淡了 原来就是只有这么大 就这么大 它就这么大 就是红七八到柳游江那个地方 这样这个顶纸过来 一共就叫白色干房子 一共就白色干房子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刘文才在修完自己的老公馆后 开始集中精力扩建安人的街道 他投入巨资 修建了维新 域民等纵横四条街道 奠定了今日安人镇的大格局 他所创造的街面风格 是小镇安人平添了一份 古香古色与西饶热闹 他当时修这个 就是为了把那个店铺租出去 他的修的意思 他农民住田还是收 收住 不得房子人 他修行房子住过他们 他同样收住 得解决不得房子的问题 解决没有房子人住房 他同样收住嘛 租一间房子一年要多少钱啊 还是一大米 一大米 就等于是他一门钱 就也可以住人 也可以开店 事实上 刘文采在世时 商业远不如今天发达 反而是在今天 他当年开设的每一个铺面 都可以让政府作收一年六千 或者更多的租金 他修一条老街 是在那个田银里面修的老街 他怎么办呢 他把那个铺面的 他把它雕花的那种那种那种花的 木头的花的 他做成一道一道的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的隔断 就是我们叫面宽嘛 就是那个铺面的面宽 然后呢 然后这个铁底只有这么长 那么什么东西最卖钱呢 商业最卖钱 但是我不能一个街就卖商业 那就卖的很 房子就很少 对不对 就卖这么一点点商业 你这么宽 这么深 刘文采怎么办呢 他做这么宽 他做这么深 他深进去这么深 门口是铺面 然后进去以后就是你要卧室 然后你的厨房 你右手卧室 然后你的卫生间 他做成家带店 家带商店 特别是这样城镇 在这样的安人镇 这样的 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他这样做 他考虑得非常充分 人文地理自然 然后的这个赚钱 提到这个厨房率 容积率 我觉得这个刘文采 真是值得学习 是我们做商人的一个 一个楷模 一个典范 赚钱太会赚了 所以说刘文采 做这么多地 几万工地 我想也是有他的道理 在地产商樊建川的眼里 他看到的是 刘文采的商业天才 其实对于晚年的 刘文采来说 也许赚钱 已经不再是 他的人生诉求 在儿子看来 他更像是一个 传统的乡村士绅 固守着传统的价值观 我觉得他蛮独自的 那个那个 真光真修 就是什么 自然自然不自信 海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他随便上说 什么人是流民 暴是流皮 他随便上说 有这些类的 像真光的发 他好像独自力量 装得很熟悉 我觉得他这个人 他蛮独自的真光真修 刘文华讲的一个故事 或许可以说明 晚年刘文采的为人 一次 刘文华从成都 骑车回大一老家 路过重庆县时 被同学拉去吃饭 结果等到他再次上路时 天已经黑透了 所以我妈一出来 到第一个家 还有大概还有五公里 天就黑了 天就黑了 我就在当地 我找了一个大跟家 大跟家 我看不到路走啊 我就把自己的邀请 他就提个灯笼 前里面给我引渡 然后就把自己的车子邀请 到了家 到了家我一喊门 我说二三又坏了 偶尔把门给我开了 开了嘛 我就给了那个大跟家 一块一个大呀 我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就回去了 我回家看我大也很高兴 我说我说他怎么完了 你咋回来的 我说我的中午他就黑了 我说我找了一个大跟家 打个灯笼 我找去回来的 他人呢 我拿一块钱跟他打发走了 他怎么完了 你还回家 你等他等他住一晚上吗 明天再打发走也不吃嘛 他随便我 所以他对着这个人的话 对人还是很体贴的 后来我回来嘛 他在那我陪他抽烟板子 跟他谈话嘛 晚上睡觉我就睡这个船 第二天到时我一走我就走了 我就回成都去了 这也不是福堂 我父亲跟王云青他们都不念福的 您父亲信佛吧 我父亲也不太信佛 但是他也算信佛 我记得他还有什么一个西匠别的一个佛 他说那个那个这个背头身上枪子打不进的 一个西藏的一个一个佛想 当然就是我刘文辉送他的 出身乡村底层 见过世面没有文化 刘文才却自然而然的吸取了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一切精髓或糟粕 既迷信又不理佛 既贪财也舍财 在他家的祖堂上挂着大德必寿的字样 想必这也是他晚年做事的一个准则 到今天他所新建的两条街都还叫着原来的名字 一条叫玉民取义富裕人民 一条叫维新 那是他刻意留在安人镇上的一个签名 他要修改 他修改这个地方是天 他们各样的围山就是这头 这头就他们各样的围山 这头让刘兴廷就改了围新的 就是这个就这个改的 围新街 刘围三和刘兴廷的街 今天仍然繁荣昌盛 富裕着当地百姓 随着时光的流逝 或许会有越来越少的人 记得这个街名的含义 但是在安人镇 刘文采还有一个更大更醒目的签名 那是他的中学 文采中学 2005年5月3日 古镇安人一改往日的明镜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安人中学毕业生 重返校园 共同庆祝母校的60岁华大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 安人中学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我记得那图书馆 那图书馆周围全是花和草树 因为图书馆嘛 实际上去看了很多 适者如私 在老一辈安中人渐行渐远的记忆中 一段曾被人们讳莫如深的往事 却渐次明亮起来 那样子呢 就是现在非常经典的 像现在那个电视剧啊 电影上那个老古东人 穿的都是那种马胯 长袍 比较文静的 他年龄比较大了 那个大概六七十岁了 所以现在一个比较文文静的一个老头似的 这个当年学生眼中的温文老者 就是安人中学的创始人刘文采 从建桥之初的1945年到1950年 这所远近文明的学校 一直被叫做文采中学 1941年 宁过半百的刘文采 开始为学校选址征地 被选中的校址 设计安人南面的一片稻田 和几户人家的房积与墓园 为了鼓励农民搬迁 刘文采制定了一套优惠政策 用自己的两亩地换农民的一亩地 用自己的两间房换农民的一间房 有一个孩子 他的祖父在学校这个地方 有好多天 有十梦天 学校要用另外二十梦的一来换 二十梦四来换 可是我附近家里的房积 最小的四十梦 四十梦的 就把四十梦一起送到他 多的都送他了 那个人本来是自耕隆 本来是最多是家中 因为有了四十梦天 自己出不完 就来出租 都开始了 这位我晓得人家头一次看了 那里是教门 来教门前的是操场 操场是标准操场 要跑去转三百公尺 下来以后才是 要离堂在哪个地方 下来以后教室在那里 下以后厨房在那里 这是三次在定下的 从一九四一年秋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整整三年光阴 刘文采的全部生活重心 就是一所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学校 据安人镇的老人们回忆 学校施工期间 刘文采几乎每天都会现身在尘土飞扬的工地 据凡建校的各类繁杂事物 刘文采非要势必公亲 才放心得下 1944年底 在方圆数百里学子的阴阴期盼中 文采中学落成了 第一期开学典礼上 应邀出席庆典的社会名流 对刘文采颇多意美之词 中国最后一个炭花 伤眼流更是预言 今天的文采中学 将是明天的文采大学 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的郭游手 则评价道 四川省共有学校六百三十多座 真正属于私人兴建的学校 纵观规模和形式 文采中学当属全川第一 不难想象 全川第一这四个字 是如何击中学校董事长刘文采的 学生们并不知道 文采中学花掉了董事长近三千亩的田产 据说此后的刘文采大抵只剩了个花架子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三亿五千多万法币的家产 通通交给了新学梦 刘文采作为学校的董事长 非常重视这间学校的声誉 知识殿堂 他认为是崇高而圣洁 不容一丝一毫的玷污 那什么能玷污呢 刘董事长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 男女一接触 污染就开始了 所以刘董事长主要抓的是这个问题 他呀 请老师 只请中年以上的 不请青年教师啊 青年教师 那男女混在一起就很难说了 再者说学校的男生女生不准接触 在男生部和女生部之间呢 筑起又高又厚的砖墙 女生部的风景很好 只有一道门 在门上写着一条 禁止男同学进入 所以你看刘孝董 在这方面我看还是比较前卫的 到今天不是也有不少学校 女生宿舍门口 写着这句话吗 不准男同学随便进呢 搞得有些男同学跳窗户进去吗 啊 所以刘董事长在这方面管到了什么程度 可以用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一个男生的回忆 这男生说我在那读了几年中学 别的都挺美好 就是呢 一个女同学的名字也不记得 同班的女同学 连样貌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你说他这抓得很呢 所以啊 咱也不能太怪他 因为刘文采啊 虽然是爱文化办学校 可搞笑的是 他本人是个半文盲 那咱就来看看 这么一个半文盲 是怎么着守护管理他的学校的 面对自己一手营造的知识殿堂 刘文采不敢据为己有 为防止子孙后代染指孝产 刘文采还把自己的训事刻在石碑上 让天下人共同监督 文采中学的早期毕业生 无不对母校的名师印象深刻 为了网络第一流的诗资 刘文采同样下了学本 据说文采中学老师的收入 是普通中学老师的双倍 王牌教师的薪金 更在原收入的两倍以上 优美的校园中 所有的老师都分配有独门独院 院内花台 渔池 书房 客厅 等等一应俱全 老师回家探亲 刘文采一律派专车接送 文采中学拥有一流私立中学的规模 失资 而收费却始终保持在普通平民学校的水准上 除此之外 刘文采还拿出一千亩填产作为专项基金 以补贴学校的日常开支 并对家境贫寒的优等生进行定向补助 他的一个条件就是一个你要学习好 就是至少是前三名 第二你要申请 不是你前三名我就给你 你要申请他同意 他认为你是一个财 他就给你 据早期毕业生回忆 除了美学期的开学典礼 学生们很少能在校园内看到刘文采的影子 对于这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学校 刘文采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守护者 他只负责学校的物质保障和安全保障 对具体项目 尤其是教学业务从不指手画脚 横加干涉 在安人镇上 许多中年人的父母都曾经是文采中学的毕业生 关于刘文采的传说 就这样一代代的传了下来 因为开学典礼嘛 他是董事长嘛 他就要来 来了以后呢 然后最近就要请董事长讲话 但董事长呢 用不到很多文化 他用不到很多说的 好同学们 现在这个又开学了 新的学习嘛 大家嘛要好好学习 听先生的话 今天嘛 有不到多的表示 我今天撒到几根壮桌 大家早就打成那番 这样吗 好 谢谢 留给安人镇的遗产中 虽然这里直接受益和声明大震的 恐怕还是刘文采家的老公馆 这是以前刘教老围墙 这老公馆的站的面积是28亩 当时刘文采修这公馆的时候 它是经过了十多年时间的扩建和扩充呈现的规模 它没有经过同一的规划 所以刚才我们走起来就像一个迷宫一样 在漫长的岁月里 出于批判的需要 老公馆反而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但是在安人镇上 老公馆并不是最漂亮最气派的 比起刘文采给弟弟刘文辉修建的新公馆 他便相情建筑的多了 新公馆气度恢红 颇有洋派 而且是一座奇特的双子建筑 这里呢就是新公馆 也就是刘文辉的公馆 刘文采呢是依靠刘文辉发家的 在1938年 刘文采为了报答他的弟弟刘文辉 就给他的弟弟修了这个公馆 这个公馆呢 它是由两座一模一样的公馆组成的 为什么呢 是两座呢 是因为这个刘文辉有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呢是同父异母的 在我们中国传统呢 就是说父亲死以后 儿子就要继承这个家产 为了避免两兄弟一起矛盾 所以呢你修了两座一模一样的公馆 那一座是在哪 在旁边 左边那个地方 对 这对双子建筑的内部结构完全一样 但外部造型和细节的设计 却各有千秋 相应生辉 刘文采这样设计 是因为知道弟弟有两房太太 两位太太各有权势 有分别育有儿子 所以才催生出这样一双孪生公馆 体贴如此周到 让人不难猜想刘文采之性格为人 和对弟弟的深厚感情